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这擂台战不但是车轮战 最严苛的事只有三招机会 南明学府可是轮回天地地天意的府邸 选拔要求自然高 你不会也是来参加半个月之后的入门选拔吧 有这个打算 兄弟 我看你仅仅涅槃一重天 就是个凑数的 我有路子可以保证你拿到晋级名额 只需要一点零食 不限 看见了没 这大名鼎鼎的金凤酒楼 可是我的产业 我的少爷可是天纵之词 才几年时间 就将毫无名气的金凤酒楼 开遍了整个乾坤大陆 我怎么记得 这家老板是女的 这家酒楼我送给老婆了 谁是你老婆 流氓 少主 里面请 什么 她年纪轻轻 竟然是金凤酒楼的少主 探查她如何了 地天意前往星空古炉之前 定下了南明学府的规章制度 只要打败所有人 你就是整个南明学府的王 看来 她推崇实力之上 老大 南明学府是地天意的学府 四大帝尊都是地天意的弟子 如果你要有所图谋 恐怕会遭到四大帝尊的抵制 就算是龙潭虎穴 我也得闯一闯 我楚行云的命运 绝不能掌控在别人的手里 希望花梦月 寻到的万年领悟 我自虚龙黄身 能助我 凝聚武皇才能拥有的 自幅交流 成了 竟然还可以自行汲取精神能量 这是帝尊的自幅交流 才能拥有的灵性 没想到 这子虚龙黄身 竟然让我的境界连胜了六级 打到了涅槃六重天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南明学府 我来了 快点 南明城的百人失恋 已经开始了 加油 三招已过 你二人未分胜负 均失败 你二人也未分胜负 失败 看来 今年还是没有人 能通过百人试炼 下一组 武剑触碰到了身体 二十三号参赛选手胜 哇 最后那一招好快啊 是啊 简直难以滴的 还行 什么叫还行 你一个打酱油的路人 口气不响 你也就只能在下面过个嘴 也 真要上去 你能几招击败他 大概 一招吧 这 你就吹吧 还一招 我看你连上去的勇气都没有 你好 我要报名 你只有涅槃六重境界 我说你还是别上去送死了 这就不劳您费心了 我还真敢报名 我们就看他是怎么被打下来的 这么小的年纪 剑法倒是娴熟 使用的时候也是巧妙刁钻 但距离人间合一的境界还有不小距离 恭喜二十三号参赛选手击败九十九人 下一个一百四十五号 好奇特的光照 竟然能瞬间封锁灵力 现在 我只能依靠身体来战斗了 刚才吹得可响了 可别一招接不下来就退场了 是啊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一招赢对手 想一招击败我 那我倒要见识见识 阁下的剑术 什么 一招 竟然 真的就一招击败了对手 没想到 他天生神力 任何剑招在他面前都毫无作用 难怪他敢扬言一招之声 一百四十五号火上 差点忘了 经过三万里子气的洗练 大升脆体术 早已经达到了清玄之境 仅凭肉身 就能一剑刺穿武皇的防御 来人识练 考察的是剑技 而不是力量 是 别动 别动 不 噁 极封十三剑 有剑式 太快了 一百四十五号获胜 剑术竟然融入了每一个动作里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仁剑合一 只要修炼了千年的剑道武皇 才能达到仁剑合一 除非他上辈子就开始修炼 否则绝对不可能 看来是藏不住了 一百四十五号选手获胜 承让 还差三个对手 我就可以进入南明学府了 希望不要出什么叉子 楚兄 好久不见 你要想进入南明学府 得先问问我们几个搭不搭眼 就凭你们这几个手下败将 也想拦我